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最主要问题 我看到一直在下椅 一直在下椅 那个椅下到头上来好像没有任何这大的东西 直接就下到你头上了 直接下到你头上椅 下到你头上好像人梦掉了 人梦掉了 人梦掉了 好像独一的地方都没有 有时刻想想 好像天又塌下来了 突然想到好像天又塌下来似的 一直在下椅 一下的 整个独一的地方都没有 突然就想到了 想到一句话 他说那个男人呢 是顶顶顶顶顶 应该是 应该不是叫半边天 应该是男人是全部的天 能遮盖 遮盖起来 应该提供一个地方给女人 就是应该来说遮盖的地方 相当依靠的意思 突然发现我怎么没有 我怎么没有 我下一个时候 下一个时候 一下就直接领到头上了 直接领到头上 好像我的头上就没有那个 遮盖 遮盖的地方 我突然就想到 我的人生有点悲惨 有点悲惨 可能 这个也许是你现在有的想法 但这个想法是 来自于前代 前面的 祖辈啊 我这个时候 我看到那个 突然看到那个祖辈啊 祖辈 这个是好老了 看上去 那个 那个 那个看上去好像明朝的时候的 那个样子啊 前辈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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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的事情 前辈啊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还是那句话啊 男人是 家里的 顶娘住啊 男人是家里的顶娘住 但是呢 他那时候发生战争啊 打仗啊 打仗 那男人都正经到了 去打仗去了啊 家里没有顶娘住啊 没有顶娘住啊 没有顶娘住啊 所以呢 那个祖辈啊 这个就是前辈传下来的啊 你可能 那个前辈啊 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家里没有顶娘住 男人抓去打仗去了 死的死 伤的伤 最后连受伤的人都没回到家 家里就是缺男人 就是缺男人 连受伤的人都没回到家里边 为什么没回到家里边 就是缺男人啊 就是缺男人 什么叫缺男人呢 假如说 那个受伤的人 当时还有一些男人 当时还有一些男人在的话 就可以把受伤的人 用那个牛车 马车这里把他拉回家 现在打仗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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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新城市都没有了 受伤的人都没有送回家 新城市都没有 没有新城市都没有 没有新城市都没有 就最后活着的人 就没有人把他送回家里啊 现在 你大概听懂意思了吧 大概听懂了是吧 大概听懂了是吧 听得见吧 我这边好像听不到你的声音啊 听不到你的声音 你那个鸡好像发不出声音了 现在有声音啊 现在有声音啊 那个 到目前啊 后面的事情实际上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了啊 先把前面的事情聊一下 前面说的是啊 前面说的事情就是说 明朝的时候你家的前辈啊 你家的前辈被 男人都被撞去打仗去了 打仗死的是伤的伤 这个受伤的 没有死的人 因为当时没有其他 肢体齐全的人 把他送回家 所以那种受伤的人 也没回到家 听明白了吧 这个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啊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些灵魂啊 找到家里来了啊 找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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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拉你家男人啊 拉你家男人啊 拉你家男人啊 好像抱住他的腿啊 半口拉呀 可能他腿有点 有点不太好啊 拉到腿 半口拉呀 半口拉 前面拉他也去打仗去啊 就相当于你 你的那个先生啊 好像人是活着啊 人是活着啊 也能看得到这个人 人是在家里边 大概灵魂就拉走了啊 好像你过不上家了 被那个 被前困拉出去 拉出去 到战场上面去了啊 但是拉到战场上面去呢 但是 他拉了他 有可能他也没有 没有他打仗 拉了出去以后 就守在那边 叫什么呢 为什么叫守戴那位呢 万一发生他们受伤 或者死了 想办法有个活人把他们的士气拉回家 相当于你家的男人 被那个前辈的灵魂拉走了 听明白了吧 大家听明白了 相当于你家的男人 已经不在家里了 相当于你的丈夫不在家里了 被你家的前辈 拉到战场上去了 他去战场上不用的 不是打仗 他不是到战场上去打仗 也不是做后勤 是拉到他们帮他们收拾的 就拉到战场上面 帮去打仗的人收拾 这是你家的事 不是你丈夫家的事 也就是说 你现在家的男人 你无论家哪一个 战场你是现在这个 还换了几个 这个同样的命运 你听明白吧 同样的命运 你明白 同样的命运 同样的命运 谁从你结婚 都是这样的命运 但是不要被怪 这个不是说 没法改变的 我林牌就是要改变这个事 你原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呀 你现在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通你家的前辈沟通 这是你家的前辈 不是你丈夫家的前辈 是你家的前辈 你原来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 现在你突然就知道了 你连续同意 那个前辈说 哎呀 对不起 我现在才知道 你们悲惨的经历 你说这句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现在才知道 你们悲惨的经历 我现在才知道 你们这么悲惨的命运 哎呀 你说经历 不是 先说经历 这么悲惨的经历 对不起 我现在才知道 你们这么悲惨的经历 哎 我原来想都没想 想过这个问题呀 我原来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哎 你说 我不知道家里的历史 是我的错 现在他们认错 我不知道家里的历史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然后你说 哎呀 你说 如果我身在 你那个年代的话 我就想办法 把你们藏起来 我会把你们藏起来 哎 如果实在要逼着 人家要上战场的话 那我一个女人上战场 如果实在逼着 你们要上战场的话 那我一个女人上战场 哎呦 后来 前辈一听 一听这句话 一个要把他藏起来 或者实在没办法 把他们藏起来 一个没人 冒这个名 就像那个花木兰一样的 就是 女人冒冲了 顶着那个 家里的男人上战场的话 他觉得 他觉得 心里有些 不知道什么滋味 哎 他听你这么一想的话 那个前辈说 那我们干脆 干脆一起逃跑算了 哎 他说干脆一起逃跑算了 哎 你说这是个好办法 这是个好办法 哎 你说我们往福建 沿海方向跑 我们往福建 福建城 对 福建沿海方向跑 沿海方向跑 哎 对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应该 你应该查一下那事的话 应该来说那时候 很多那个人啊 都往福建沿海方向跑啊 就怕被抓起打仗去啊 哎 你说 人家都往那个方向跑 我们也往那个方向跑 人家也往那个方向跑 我们也往那个方向 哎 就想要往那个东南方向啊 你说我们去到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我们去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哎 对对对 我们去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我们去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哎 哦 然后 哎 然后 然后 然后你说 你说我们在逃亡故事当中 我来照顾大家的生活 在我们逃亡 在故事当中 让我来照顾大家的生活 哎 哎 做饭 做饭的事情 我包下来了 啊 做饭的事情 我包下来了 哎 那个洗衣服的事情 我也包下来了 啊 洗衣服的事情 我也包下来了 哎 然后 然后就生生当了呢 就把那个前辈啊 前辈的那个领魂啊 就一起啊 就到了那个东南沿海 到了福建了啊 哦 你说这个地方应该 他们抓不到我们去打仗去了啊 这个地方 他们应该抓不到我们打仗去了 哎 对 抓不到 抓不到我们打仗去了啊 哎 现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 一个复杂的事情呢 啊 有 有点像是前辈的父亲 也可能 当时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 你主人 头戴再来了 啊 头戴再来也可能是你 啊 这两个 细节当中 我们不用管它 反正就从这个事情有关的 啊 好像是两个因素都在里边 啊 一个是前辈也父亲过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你当时是一个女主人 当时就拿变主意 手作无处啊 当时就没下酒精啊 啊 当时没下这个决定 没下这个决定 就是要准备逃跑的啊 也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男人 和他的那个爸爸 也就是 也就是说 丈夫和公公一起就出去了啊 出去了以后再也没回来 当上下再也没回来 哎 然后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 明朝的时候就是啊 现在到了 到了现在以后啊 好像再头戴过来 就是你 你就是当时的 当时的那个 嗯 也是当时的 女主人 现在头戴过来了啊 头戴过来了 头戴过来以后 然后 当年的那个 丈夫的灵魂 和公公的灵魂 啊 两个人就过来了 哎 两个人过来了 要告诉你这个事情啊 哎 才就当上这个事 但是不知道 你想不起来 因为前辈的事情 你忘了嘛 你 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或者什么 一般的很难想到 你前辈还经历过这个事情嘛 你怎么也想不起来嘛 哎 想不起来的时候 那 那 那就是说 用一个 他们用一个 比较形象的一个动作来 就拉你的丈夫 把你的丈夫拉了一个 你就意识到 哎呀 肯定有问题吧 哎呀 肯定有问题嘛 你这样的方式 让你想到 但一般的人都想不到嘛 所以说 人家一般来说 都是发生 适时而非的事啊 然后在领盘的时候 才搞没有 原来这个事情啊 然后你继续从他规通啊 哎 哎 你说 谢谢你告诉我 你们发生的 这些事情 谢谢你告诉我 你们发生的这些事情 哎 然后你说 哎 最好 你把我的丈夫留下来 最好 你把我的丈夫留下来 哎 我已经知道 你们想告诉我什么了 我已经知道 你们想告诉我什么了 哎 相当于 你原来不知道这件事情 现在他们已经告诉你 这件事情了 你知道原来是这件事了 知道这件事情 原来他这个形象的方法 来知道你这件事情 然后你就向他请求了 向他请求 哎 你把丈夫留给我 哎 你把丈夫留给我 哎 哎 你说 她是我家的顶梁柱 她是我家的顶梁柱 哎 你把他们拉走了 相当于 我的房子没有 这封党里的屋顶啊 你把他拉走了 相当于 我家没有 遮风导雨的屋顶啊 哎 对啊 现在的情况 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你两个前面 一直拉你的丈夫的 那个灵魂 在 在 在外面 往外面拖啊 往外面拖啊 那你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话 哎 也就是你丈夫就相当于 相当于 灵魂都没了啊 被他拉走了相当于啊 说的不好 现在 最难听的一个 这只叫刑事走路啊 所以他你看起来就怪怪的 好像没有 好像那个 总缺 总感觉缺少点什么啊 哎 相当于缺少的灵魂啊 那个前面在拉啊 人拉了以后 然后他有点不敢回家的感觉啊 哎 对他来说 有一种恐惧 一回家以后 因为家里 有两个灵魂在拉他嘛 所以一定要在外面晃啊 晃到哪里 算哪里 晃到哪里 算哪里 外面任何一家 一家人家 他从感觉都比你 现在自己家里边过得安心 哎 他到哪里的时候啊 跑回家来的话 可能心里一样又有恐惧的 马上又生起来这种恐惧感 但是跑到人家家里去玩的时候 或者从人家 哎 什么打交道的时候 他感觉跑到哪里都比家里舒服啊 这是他自己是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说不清的啊 不是林牌看清 看出来本质在哪里 是不知道的啊 是不知道的啊 然后 然后 那个 那两个 灵魂啊 就那个明朝的时候的 丈夫 和那个公公啊 听你这么一讲以后 哎 安家醒来了啊 哎 你再对他请求 哦 你说我家的男人 是我家的顶梁柱 我家的男人 是我家的顶梁柱 哎 就像当年 你们出去打仗以后 你们自己原来的家就散了 当年 你们去打仗的时候 你们原来的家散了 哎 我不想 重复你们的命运 我不想 重复你们的命运 哎 他们就明白了啊 该传的话 也传了啊 刚才呢 我们一种假设 就带着他们逃跑 然后呢 他自己也有一个想法 自己也有一个想法 自己一个 一个想法的话 他一定说 不想把这个 架散了一个 就相当于 又有一个方法了 就叫你先往福建方向走 让你先走 哦 你说 他们去不得的路上 找到机会 就逃跑 哎 这刚才呢 是你帮他下了决定 现在呢 他又假如那一下子 他自己也下了决定 哦 他叫你先跑 哦 你说我懂你们意思了 我懂你们意思了 我先出发 我先出发 你们去 去部队打仗的路上 找到一个机会 就逃跑 我们 再往东南方向会合 你们去 部队打仗的时候 找到机会就跑 我们去东南方向的地方 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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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他们 对 因为他们 不像一些傻傻的就直接去打仗了 所以他们其实 被人家正兵在打仗的路上就想着怎么逃跑 走夜里面找了一个机会 父子两个 二次逃跑了 逃跑了 你知道几个路口 就灯火在那边 终于进上面了 进上面一刻 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以后 这两个人就安息了 安息的就是 安息的意思就是 先睡过去了 满足了他的愿望以后就睡过去了 睡过去一刻 然后这也没有人让你丈夫的腿慢慢拖 慢慢拖 慢慢拖 往家以外的地方拖 往家以外的地方拖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还是没出现 你那个丈夫的那个主下腿 有点忘和勾的感觉 反正他走路的时候有点 两只脚就是有点的 就是不是那么正常 对 我现在看到了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个人 就拉他那个 是拉他主脚 两个人抱着他的主下腿 两个人抱着他的主下腿 再往回拉 所以 所以呢 他的腿 腿有点问题 应该说他搞体育的话 有点 如果搞体育的话 有点困难了 实际上 就运动上面 运动上实际上就有点困难了 我不知道你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 有点困难了 现在这样 这个好 看得到我人吗 看不到你 看得到我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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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然后就 然后就 那个 那个 那两个人呢 就拉着你丈夫的主下腿 拉着你丈夫的主下腿 拉着你丈夫的主下腿 拉着那个 主下腿是慢过拉的 就是慢过别的有点 有点这个情况 现在呢 这两个人就走了 已经离开了 也不拉他了 不拉他以后呢 这个腿也慢慢慢慢恢复起来 然后呢 就像他人 魂不在家里的那种感觉 或者那个 那种我前面描述的那个症状 就慢慢就消失掉了 休息掉以后 后面就老老实实在 在家里 带着安宁 带着安心了 原来就是相当于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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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做仗帝的人 拉着 你的丈夫 要拉着 也像是不做仗帝一样的 把以前的命运 要重复一遍 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 他们 两个人 曾经的命运 这两个人的命运 既是你家的前辈 也是你前世 前世 应该你转世过来的话 你前世的丈夫 和你前世的公公 是这样的 反正你现在明白 就是了 这个事情已经了 了 我把你零牌完来 了 但你一直到这一条 如果没有零牌的话 这一次 这一次就是说 你从任何的结果 都是这个结果 因为他就要 拉你的男人 谁成为你的男人 这两个人 就会拉他腿 然后从你家里 就拉出去 现在已经离开了 现在没有太担心了 但是我们看的过程当中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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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动魄 刚才 你也不要太紧张 反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对你来说 听到这样的事情 确实 如轻轻霹地 一开始我看到第一幕在 在那个以前 没有遮挡的地方 然后你再听到这个故事以后 在以前再加上了情节霹地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从今天开始已经过去了 你还有什么要求 从这一幕有 这件事情有关的 你有什么想说的吧 就是 他就是 确实就是 在家里感觉他 就是心神不宁 我一直以为 就是 就是 他可能就是 因为生意上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不太顺利 一直要出去 想着那个 赚钱 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现在 现在我就看着 原来本质是这个 就相当于 两个亡灵 亡灵叫鬼嘛 相当于 家里来了两个鬼 这两个鬼 专门正对你丈夫的 本来是想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告诉你有这么一件事 但你怎么能想得到 有他们两个成人 你想不到啊 想不到呢 他就用形象的方式 把你家的男人带走 拉走 然后让你想到 你的那个 前世或者前辈 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既是前世 也是前辈啊 因为你头胎过来了嘛 然后原来发生的事情 反正也是 都是你的啊 那么他就是 他就是 就是 老是要出去 就是 找别的女的 或者是 心不在我身上啊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吗 对 我看到了他 但是我排的过程上 我就讲了一件事啊 讲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件事 他带在家里 人不舒服啊 就像那两个鬼 在那拖大腿啊 他虽然人眼睛看不见 他就感觉 回家以后就不舒服 你知道吧 他就不想带在家里边 他跑到外面去哪里 都感觉不在家里舒服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你即使说 跑到人家家里面 人家家里面 也有这样的鬼 但不是真的他也知道吧 他跑到人家家里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跑到自己家里 就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刚才 我说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竹腿嘛 我说那个 被腕后拉嘛 竹下腿啊 竹下腿 腕后拉嘛 拉得已经 已经有点问题了 后来你说他走路 有点不太正常吧 对 对 感觉他就是 两只脚好像 一只长一只短 就有这种感觉 对 那这句话就对了 一直长一直短 为什么那个说一个长一个短呢 那个竹腿是腕后 逼了 腕后逼了以后 不是那短了一切吗 你看得见 看得见 我那个 我放 我跑远一点啊 原来我两个腿是一样高的啊 现在是这样啊 它那个竹腿腕后逼了 就这样了 被拉的 虽然一样长 从当年从灵界开始腕后跑了 嗯 嗯 那就短了嘛 这个腿短了嘛 这个腿是原来的高度啊 所以这个都对上来了嘛 这下灵界就被拉了 竹腿被往后面拉了呀 嗯 而且他晚上睡觉嘛 就是老觉得就是脚不舒服 哎 那就对了 就是那两个人啊 一人拉他腿啊 拉他那个竹腿 两个人一起拉竹腿 不是说 一个人拉个竹腿 一个人拉个右腿 两个人拉的都 左后腿 所以这个看得清了 说的啊 这样从你没有说的也对上来了 也对上来了 也对上来了 而且那个 还有 除了这个腿长一段之外 还有一个 是 哪个 叫怀关节 怀关节痛 那个最下面呢 那个关节啊 那个关节痛 我 我估计他跳过跳远不行吧 那个那个 这个腿痛啊 那怀关节啊 管节 痛到不痛 他就是 老师比如说晚上 他会把那个 脚背往后拉 他会 老师会这样 哎 他自己没说痛实际上是 因为我现在在痛 你知道 所以我知道了 不舒服 实际上 你说 嗯 脚背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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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钩在那边那 不是正常位置啊 他想努力地拉到正常位置上去 只要被那两个人 把那个 走下腿 拉住了 是拉出来的 那么 现在这两个邋遢的人离开了 邋遢的人离开 就再也不邋遢了 不邋遢以后呢 他的腿慢慢好起来了 然后心思也在家里了 你说 肯定是自己家里舒服好嘛 但是呢 如果两个相当于两个鬼在自己家里 专门针对他的来说的话 他根本没法在家里带来 他永远在外面放大放大 都不在家里舒服呢 这两个就直接针对他的 你知道吧 可以得明白了吧 你就想象一下子 现在你们家里就算两个人 小孩子那些 其他人都不算 相当于你们两夫妻 但实际上不是两夫妻 总共四个人 四个人 你两个人 就抱他 拉他腿了 但是不拉你 让你看 就让你看到一个他出问题 在外面跑 但你一般来说 你看不见这两个人 怎么你也想不到 这上面去嘛 原因在这里呢 那他比如说出去就是亏钱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持续关系 倒没有 就是不是说持续关系 但接续关系也有 你说你比如说他家里舒服 他也不会跑外面去啊 不到外面去的话 他也不会以这样的来作为消钱 我说的持续关系呢 比如说这两个网民 握着他的手把钱拿出去 这就持续关系 但是呢 不到那个整份到家外面去 他干的事情 那个就是经济关系 经济关系 下去 你也可以看一下啊 如果我这次以后 他如果说像赌钱啊 什么之类的 如果说 格例证 这个 贼也好了 其他也好了 当然那 拿的钱 Part裡面下卦或者赌钱 这个我下记地址的 随便的啊 我谁可以说的啊 就是你如果发现 这个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出帝 Beij 哎 他花钱 也小心了,也谨慎了,不想一起了 那就是同一件事情 是见解引起的 而不是直接引起的 反正这个你自己判断 为什么我没办法把你判断呢? 因为他没有直接拉到他去干这个事 但是从家里拉出去都是他这两个人干的 你还有什么要判断? 就是他对比如说他晚上要老是喝酒 喝了很多 然后喝了之后呢 然后他基本上我觉得他人自己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然后他就会比如说 老是会发一些情绪发泄到我的身上 像这个跟他有关系吗? 这个有关 这个就是说 随时随地两个人都在拉他呀 拉得很老虎啊 很老虎我就刚才就记了个例子 你家里就四个人 两个人拉他 你在那边看着 他看得见的只有你 那老虎的时候只有把你身上发泄了吗? 骂了吗?不舒服了吗? 因为擦他们的别人嘛 就是说这是顾虑无援 顾虑无助啊 这个事情倒也不用太自贞 你也不知道这个事 但是你 反正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心态 反正你首先想 这件事情了结了啊 也不用怪他也不用怪你 特别是不用怪自己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嘛 但是呢 但是呢 因为前面有这么一件事情 搞的 搞的反正这句话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就是说 你从谁结婚 谁都是这个结果 那没办法的 因为那个就两个人拉他嘛 但是呢 现在 从今天开始 就不是这个命运了 你从不同的人结婚 现在这个人就不会被拉腿 但是我今天没领排的话 他就会拉他腿 你从谁结婚都被拉着 那你就就这个样子了 然后呢 但是 这里边有个情况 我就很难猜 假如说 我不知道你家的情况 我下去给你知道 假如说你家男孩呢 可能不 如果生了男孩 不会 可能不会有这个事 不会 发生你这样的命运 但是你生了女孩的话 很可能同样的命运 丈夫也被人家拉 当然 我指的是在没有零排的情况之下 那零排完了 这个问题都了结了 不存在了 这个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这个事情 我瞎记得一个例子 嗯 就知道了 就这样了 哎呀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零音的事实际上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 再仔细看下去的时候 慢慢就看明白了 我看明白了一个 然后 然后 一点点跟他沟通了 一点点沟通 让他们就想把前面的命运改一下子 哎 然后让他们安息 安息了以后 再也不拉 就这样就退了 啊 这个蜜就解开了 嗯 跟他的身体有关系吗 比如说他三高 哎 那个 三高之类 你只有我 这次完了以后 你再观察观察 如果三高之类的 降下来 那么是同一件事情 应该呢 嗯 如果 没有降下来 那么是另外一件事啊 但这个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啊 腿是直接的 嗯 这个太明确了 腿是太明确了 过来你的腿就慢慢好起来了啊 嗯 嗯 好的 嗯 嗯 那已经很多年了 应该是什么呢 从你结婚就开始不正常了 没结婚之前还好 嗯 我也不知道 嗯 这个是你的事实 不好意思 我想一下 你除了他有没有谈过什么 其他男朋友之类的 我估计 谈的过程就被拉了 好不容易留了一个 有可能 比如谈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 没有 没有的话 就他 嗯 如果就他的话 就他 就发生在他身上 假如说你之前还谈过男朋友 但是没有马上结婚的话 很可能在结婚之前就被拖走了啊 然后就没成功 没有也没成功以后 你又找了一个人 谈恋 我这个瞎记理子啊 在谈的过程上又被拉走了啊 但是拉走以后呢 那个人拉走以后 最后也没撑他的丈夫呢 可能这两人也放过他了啊 但是呢 只要成为这个丈夫的人 哎 就会被拉了 拉了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啊 换了谁都这个样子啊 现在明白了啊 有个必然规定在这里 就是这两个人在拉 啊 现在这两个人已经离开了啊 离开了 那就没事了啊 因为你一开始讲的时候 实在是你不出头绪了 我要无从下车 所以说教你解决这主要问题 那这是 这主要问题就整个事了 嗯 所以基本上我帮人家排的时刻 他讲的 当然一开始就是讲一件事 后来呢讲的事情 越讲越多越讲越多 那有点有点分不清 到底哪个重要了啊 那这个时候我说 你解决这主要问题呢 说解决这主要问题 这个出来的还是那个 那个 他认为的那个事 基本上都这样 只是说后来事情说多了以后 就 越讲越多越讲 都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了 嗯 好 好 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吧 嗯 但是没有了 其他的情况 不好的情况 那就再看看了 哎 对 好点的话 从这件事情一起的 如果没有好点 是另外的事情 另外一点是 但是你家 你的那个观音状况啊 家庭 那个 和睦程度之类 都会好 尤其他那个主腿啊 会好 他右腿没问题啊 右腿没有这些的问题啊 如果有的话 也是因为主腿的 憋在那边歪了以后 静静引起来的 这些问题是 他被拉 主腿往后拉 所以拉了一个 主腿变短了嘛 看起来 因为半个斜掉了 实际上多度 就到那边去了啊 他同意结婚之前是好的 这个腿啊 这个 这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啊 是 是 同意 同意 同意结婚以后 就这个腿就出问题了啊 然后呢 想到这件事情 如果他 你有什么很牢固的事情 就想 就 就想到这件事 算了 原谅让他吧 进了这个家庭 没想到 还出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腿原来好的啊 嗯 那 反正我告诉你 告诉你 告诉你这件事 你思路理一理啊 理一理一个 人平静一下 平静一下 再回过回过 有的事情他 你感觉啊 这个人很对不起你 哎 你再回头回头想起 哎呀 这还是我自己 这个前世 或者我的前辈带来的啊 如果不拉他这个腿的话 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哎 这样就想想想想 就把那种怨气啊 啊 本来就对外很多怨气 慢慢慢慢收回来 哦 原来这么一回事啊 再掌握掌握未来 你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再会发生了啊 哎 那么就这个 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 啊 好 那就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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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挺好啊 好 谢谢 好 再见啊